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或者股票经纪行开户口的时候 就要填一份叫做W8BEN的表格 来到证明他外国人的身份 由于外国人在美国所赚到的银行利息 和股票投资的增值capital gain都是免税的 填了这份W8BEN表格 银行或者股票经纪行就不会扣起30%的税项 一些外国人的父母为了求便利 就和已经成为美国公民或者居民的子女 联名开设银行或者股票户口 既让子女代他管理财务 同时也预防他们万一不在 子女就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 但是联名户口是每一个持有人 都需要填一份W8BEN 如果其中一个是美国的公民或者居民 他是不能填这份W8表格的 他要填W9表格 就会令那个户口变得好像是美国人所拥有 银行或者股票经纪行 每年年底就会发出一张1099表格 那些的利息或者增值收入 就成为他们的收入要报税了 因此外国人的户口 最好不要有美国的公民或者居民的名字在上面 你只是指定他们做代管人就可以了 我是林修荣 下次再在理财分半钟见面